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实验 就是将这个君子兰的根盘 把它切除下来之后呢 把它分为四份 然后呢重新摘种 这样看它能不能够多发心芽 这四份呢就是我之前切除的这个君子兰的根盘 然后呢我把它摘种起来 在摘种前呢 我给它在伤口处涂抹了这个 以做多菌磷 避免这个伤口感染 然后摘种之后呢 现在已经一段时间过去了 其中有一盆呢已经挂掉了 现在呢只剩空盆 然后呢这两盆呢 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 既没有挂也没有发芽 只有其中这一盆 大家看就这一盆呢 它在顶部的冒出了一个新芽出来 其实呢我一般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打理 所以呢造成其中有一颗挂掉了 但是呢我们从这一个实验上 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像这种方法呢 它确实是可以让你的君子兰能够发心芽出来的 但是呢因为我们是把它分为了四份 所以你这个植株刷所储存的养分呢相对比较少 所以它发芽的速度呢会非常的慢 而且它对养护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如果是一些新手话 有的就不建议大家尝试这种方法 因为呢它对养护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我们平时呢要做好保湿 然后杀菌避免这个病菌感染 也要做好这个平时的一个养护工作 要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挂掉的情况 所以经过测试说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但是呢因为对养护要求呢实在是太高 谁不建议新手花油采用这种方法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